这个男人也太背了 平日里滴酒不沾的他第一次酒驾就被焦警逮了个正着 可麻烦还不止于此 因为就在刚刚 他不小心撞死了一个人 尸体现在就藏在后备箱里 焦警示意他吹一下检测仪 男人只好不做镇定 称自己也是同区的一名刑警 由于家母去世所以才小喝了一杯 焦警见他态度诚恳本想放他一马 可刚转头就看到了玻璃上的裂痕 这下糟了 焦警让他立刻下车接受检查 没办法男人只好硬着头皮下车 可能是太紧张的原因 在报身份证号时他居然多报了一个数 这下更引起焦警的怀疑了 队长命远去检查一下车子 男人一听立马急了 冲过去一把推开焦警 和他们扭打在一起 但很快他就被致富倒在了地上 眼看事情就要暴露 这是调度台发来消息 证实男人确实是水源警局的刑警高建株 这下可惨了 在韩国 刑警地位仅次于检察官 醒来后的老高对着焦警们挨个训斥 接着驾着车扬长而去 然而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处理尸体 妹妹那边就打来电话 作为家中的长子 母亲入恋他必须要在场 看来只能先把母亲的丧事办完再另做打算了 可人要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 前来吊咽的同事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监察科对他们警队进行了突击搜查 在老高柜子里翻到大量受贿的脏款 虽然这是他们整个警队收来的钱 但显然大火想让老高一个人来背这个黑锅 愤怒的老高和同事们大吵起来 组长健壮只好带着大家先行离开 一切等老高母亲的葬礼结束后再说 可就在老高给母亲封关入恋时 突然收到同事发来的短信 监察科的人要搜查老高的车子 现在正在往殡仪馆的方向赶去 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 尸体还藏在车里 这要是被人发现那就不是毒职受贿那么简单了 慌患之中老高不小心砸到了手 可没想到这一砸 竟然还砸出了一个藏尸的计划 他立刻跑到外面买了一束气球 这一幕恰好被同事们看到 大伙还以为老高接连受挫精神崩溃 顿时心生愧疚 老高回来后偷偷撬开外面的通风口 然后把女儿的遥控玩具扔了进去 接着他谎称想陪母亲走完最后一程 用钱收满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等工作人员出门后 老高坐到椅子上 手轻轻一松 气球正好挡住了上面的监控器 他立刻反锁灵堂大门 爬到屋里的推车上 用硬币拧掉螺丝 成功拆掉了通风口的挡板 女儿的遥控玩具果然就在管道尽头 老高按下手里的遥控器 可是玩具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这才发现 玩具的遥控距离限定在三米以内 他只好拼命把手伸进管道里 总算让玩具人动了起来 原来老高在玩具人的腿上绑了一根绳子 绳子的另一头连着那具尸体 可玩具人刚走两步就停了下来 老高的心差点都要蹦出来 好在玩具人开完枪后又再次动了起来 利用这个时间 老高赶忙用鞋带把棺材钉一颗颗拔出来 但是管道里的枪声 还是引起了殡仪馆的人注意 女人刚把耳朵贴上灵堂大门 一个棺材钉此时正好掉到了地上 这可把女人吓坏 他慌忙逃离这里 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后 老高知道事不宜迟 他加快速度终于打开了棺材盖板 可就在这时 门把手突然转动 原来是刚才的女人叫来了保安 这时管道里的玩具人还在开枪 老高赶紧跑过去 关掉了玩具遥控器 然后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保安立刻呼叫了监控室 可监控器被气球挡得严严实实 什么都看不到 监控室只好通知工作人员过去查看情况 看来时间所剩无几 等门口的保安走后 老高用母亲陪葬的十字架 好不容易把管道里的玩具人勾了过来 他用力拉动绳子 可尸体太沉了 手瞬间就被绳子划伤 老高只好脱掉身上的衣服当手套 好在绳子足够结实 总算顺利把尸体拽了过来 此时工作人员拿着钥匙已经走下了楼 老高把尸体放进棺材里 向母亲道歉后 慌忙盖上了棺材板 随后他脱下皮鞋 把拔出来的棺材钉按照原味钉回去 接着扣上通风挡板 穿好衣服 终于在工作人员赶来前搞定了一切 老高这才长输了一口气 可是就在这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